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上了一所不错的二本 妈妈却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 为了给他治病 积了不少外债 我是家中长子 渗透在骨子里的责任感 让我毫不犹豫地放弃念书 跟着堂哥去省城的工地上干活 成为了一名农民工 为了多挣钱还债 我不怕苦 不嫌累 工期紧张的时候 白天夜晚连轴转 也要牙扛下 我在花钱上对自己更是苛刻无比 袜子破洞了都舍不得买上新的 日子虽然过得艰辛 但只要一想到欠债越来越少时 我的心就无比的欣慰 2016年7月的一天 工地放假 我跟着工友们去街上散心 由于我舍不得花太多钱 吃完晚饭后 就一个人提前回宿舍 为了抄近路 我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 却隐约听见前方有个女人声音在叫救命 我拔腿跑了过去 只见一个男人在同一个女孩拉拉扯扯 我本能地上前护住女孩 立声问男人是不是耍流氓 男人见我比他高 比他壮 知道和我动手只有吃亏的份 立刻飞也似的逃走了 我转过身来 问那惊魂未定的女孩有没有事 女孩一边摇头 一边向我道谢 还告诉我 她从亲戚家吃完晚饭 想抄近路 去公交站 坐车回学校 没想到会出这档子事 我决定好人做到底 送女孩到了车站 并目送她上车 在路上 女孩说她叫薛珍 是工程学院大三的学生 她又问了我的名字 老家在哪里 是做什么的 我在如实相告的同时 还借助昏黄的路灯 瞅了瞅薛珍 真的很美 虽然我对薛珍有救命之恩 但我知道自己与她 无异于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所以很快就淡忘了这件事 谁知道两天后 薛珍会跑到工地上来找我 薛珍说想请我吃饭 还硬将我拽进附近的一家春菜馆 薛珍的开朗与热情 让我不再那般拘束 我也打开了我的话匣子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收入 我的梦想 全被讲了出来 薛珍在得知我每个月挣的钱数时 惊讶地说 比她不少师兄都挣得多 我也了解薛珍的情况 她家也在农村 一共四口人 父亲帮人养猪 收入不高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 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 妹妹在念高中 姐俩的学费 都是东拼西凑的 借着上厕所 我偷偷把饭钱付了 虽然有点肉疼 但男人的自尊 让我必须这么做 薛珍知道我已把钱付过后 十分生气 非要还我 还说这点钱她还是出得起 我婉拒了 和薛珍分开后 我又投入忙碌的工作中 直到深夜 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时 我发现薛珍给我发来了微信 里面的内容瞬间让我睡一拳无 薛珍说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值得他喜欢 所以他想做我的女朋友 这薛珍怕是在开玩笑吧 他堂堂一个大学生 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个民工 我苦笑着回复道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无法有交集 薛珍又发过来一条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有门敌观念 再说我家也在农村 你也考上过大学 怎么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就是喜欢你 我心里立刻像钻了一只兔子四处乱窜 这是第一次有女孩向我施爱 但我很快想起了之前遭受的屈辱 便努力克制自己 不要想如飞飞 我不再回复薛珍的信息 可他丝毫不肯放弃 每天睡前都找我诉说爱意 为了让薛珍死心 我狠下心肠拉黑了他 然而在一个突如其来的雨天 我独自在宿舍看书时 见到浑身已经湿透的薛珍 站在我的面前 我赶忙拿出干净的毛巾 让他擦拭 还去帮助大姐那里 借了身干净衣服 我让薛珍赶紧换上 可就在我准备出门回避时 薛珍一把从背后抱住了我 我的心扑通跳过不停 浑身像触电一般 我彻底沦陷 毫无保留地爱上了薛珍 我害怕工友们笑我自不量力 没敢让外人知道 包括一同干活的堂哥 但堂哥还是发现了我的异样 以前放假为了省钱 几乎不出门的我 现在一到休息就没了人一眼 我骗堂哥说 是去图书馆看书 爸爸也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因为我拿回家的钱少了 他问我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我只好谎称 自己看医生花了钱 他嘱咐我多加照顾自己后 并也没再怀疑 是的 和薛珍在一起后 花钱的地方多了很多 吃饭 买东西 看电影 唱歌 以前绝不敢涉足的事情 现在却成了日常 好在家中剩下的债 不算太多 我的经济压力 才没有那么大 我对于父母 才没有那么负酒 其实有的时候 我很想结束这段 看不到结果的感情 但爱让我无法自拔 只终究没有包住火 一次放假 我和薛珍手玩手逛街时 被堂哥撞了个正着 待我回到宿舍后 他把我拉到无人处苦劝 堂哥的话我都明白 一个民工 一个女大学生 那谁看都不配 但我那时 已经完全成了一个 正在赌桌上的赌徒 我不甘心中途认输 也不甘心自己会输 我还恳求堂哥为我保密 堂哥无奈地答应了 没几天 薛珍的生日到了 为了给他庆祝 我头一次请了假 也头一次买了不菲的首饰 我想薛珍开心 那一夜因为玩得太晚 我们去酒店开了房 薛珍还预备了红酒 我们喝了很多 第二天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与薛珍 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薛珍身下的裤子上 还有阴阴血迹 莫非 我跟薛珍 我拼命回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什么也想不出来 薛珍也醒了 我愧疚地向他道歉 他却扑到我怀里 说他是心甘情愿的 我紧紧搂着薛珍告诉他 我这辈子会一心一意对他 我还要报名参加自考 但拿到毕业证后 就去考建造师 这样就不会有人嘲笑 他找了个农民工 薛珍喊着泪 说我一定能成功 然而就在我一边打拼 一边学习时 薛珍告诉我 他怀孕了 我整个人彻底傻了 与薛珍就是我的第一次 怎么就稀里糊涂地 怀上了孩子 待我回过神来后 问薛珍想怎么办 薛珍说只能打掉 为了让薛珍少受点疼 我想带他去大医院 做无痛手术 可刚把大部分工资 借回家中的我 手头根本没有足够的钱 我只有厚着脸皮 问公有戒 这个戒两百 那个戒三百 折腾一圈 凑过了六千元 我陪薛珍去做的手术 看着他那削弱无力的模样 我内疚不已 为了弥补 我通过微信 转给薛珍两千元 想让他在学校吃点好的 薛珍忍着痛手说 这是两厢情悦的事 他不怪我 薛珍还坚决拒收我的钱 而我抢过他的手机 点了零取 送薛珍进校门后 我望着他缓缓前行的身影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心里安安发誓 一定要竭尽所能来对他好 一回到工地 我就强忍住担忧 拼命干起活来 碰到工头后 还主动要求加班 二十多天后 工地又因为下雨停工 一直放心不下薛珍的我 便趁机去探望 而且为了给他一个惊喜 我没有提前通知 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 打包一份鸡汤后 就进了校门 正于给薛珍打电话时 却看见薛珍和一个男生 走在同一把伞下 而且两个人身体贴得很紧 我慌慌起来 他是谁 难道薛珍叫他两只船 我忍不住了 大喊薛珍的名字 薛珍猛然一回头看见我 先是愣了一下 但很快咧嘴笑了起来 薛珍和那男生 说了声拜拜后 便钻到了我的伞下 问我怎么来了 我没有回答薛珍的问题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薛珍 问那个男生是谁 薛珍看了看我 随即说 我同班同学呀 怎么 见我们俩打一把伞 就吃醋了 我没带伞 小月子又不能淋雨 只好借他的伞 再说 我也不好只顾着自己 让人家淋着吧 你是不是还觉得 我们俩离得近 你没见他的伞小呀 他真的只是我的同学 你想如果我喜欢他 干嘛还苦苦地追求你 如果我有心骗你 肯定会叮嘱 你不要在学校出现 你说是不是 薛珍一脸诚恳 那个男生长得帅 身上的衣服也考究 应该家境不错 若薛珍真的和他有什么 哪里还轮到 我这个一穷二白的民工 来摘这朵花 再说 这俩人表情很坦然 看来是自己太敏感了 我赶紧向薛珍赔不试 薛珍捶了我一拳后说 快送我回宿舍吧 我现在不好在云里待太久 一听这话 内疚之心油然而生 零分手前 我发现薛珍吞吞吐吐的 我让他有什么就直说 如果我能帮上忙 一定帮 薛珍十分为难地问我 有没有两千块 说他爸爸 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开 而他妹妹要交补习费 我咬了咬牙拿出手机 把早晨刚发地准备用来还债的 加班工资 转给了薛珍 还故作慷慨地说 不用还 薛珍却喊着泪说 他有钱了 一定立马还我 薛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一个礼拜就让我收钱 说他爸爸的工资发了 我死活不肯要 因为只有这样 心里的复旧才会少几分 接下来的两个月 薛珍由于全力备占六级 没有和我见面 我们只能靠着微信传情 我的开支自然少了许多 再加上玩命的加班 总算把钱工有的钱给还上 而且在爸爸的辅助下 将外债也彻底还清了 我彻底梳了一口气 还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薛珍 与薛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我幸福地告诉他 我以后挣下的钱 可以用来买房子了 我一定要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 给他置下一个安乐窝 城里女孩有的 也要让他有 可就在我侃侃而谈时 我意识到薛珍太过沉默 我忙问他怎么了 薛珍过了好半天 才吞吞吐吐地说 徐达 自从流产后 我的小腹一直隐隐作痛 我起初没有当回事 谁知道越来越难受 我不想你担心 就悄悄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是上次手术没做好 有炎症 必须综合治疗一段时间 不然会影响生育 说完薛珍还发来病例的照片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还是找到大医院 我的心揪在了一起 那我陪你看医生 我只恨不得插上翅膀 飞到薛珍身边 不用了 我马上放寒假 家里催我赶紧回 我已经订了明天的票 我暂时配了一些药 等到家后 我去县里的大医院治 估计钱能少花点 薛珍哽咽着说 钱不是问题 一定要把病治好 大约需要多少钱 我来想办法 我的语气越来越急 之前那个医生说 我要吃药 做治疗 上药 灌肠 大约两三个疗程 七七八八算下来 差不多得一万 真的太贵了 你知道 看病看不起 薛珍很是无奈 行 我尽快给你 我攥紧了拳头 大话是说出去了 可我怎样 变出一万块钱呢 我愁得猛抓自己的头发 难道又向工友们借 我思前想后 把心一横 找到了公投 公投一听这么多钱 要我如实回答用途 我不敢瞒骗 只好来个竹筒套豆子 把与薛珍的事情 说了个一清二楚 公投听罢 沉默良久后说 不能借给我 我问为什么 他说 我不想你上当受骗 一万块钱 你顶着日头 迎着寒风要干多久 还是老老实实 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 我急忙辩解 许臣不是骗子 公投说 不管他是不是 反正这钱 我绝对不能借 而且还放话 让工友们也不要借 走投无路之下 我走进了一家 小国信贷公司 当收到薛珍 病情好转的消息后 我悬空的心 总算安放下来 很快回家过年了 我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着薛珍 中月初三那天 我正在家里 招待拜年的亲戚时 去临线走亲戚的 唐哥 发来一张照片 这件照片上 是紧紧搂抱着的 一男一女 由于唐哥离得太远 拍得不是太清楚 但依稀能看得出来 女的是薛珍 男的正是与薛珍 一同打散的那个同学 这是怎么回事 薛珍的家 不是在北边 怎么会在隔壁县城出现 他和那个男生 怎么如此亲密 我几乎快窒息了 我挣扎着 找到一个僻静之处 我要与薛珍视频 我要他定位 我要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骗子 视频很快接通了 只见薛珍 正站在他家的院子里 远处还有他父母的身影 我立刻就放心了 可那照片上的女人 又是谁 怎么和薛珍 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薛珍见我愣神 问我怎么了 我赶忙说自己很想他 回答的同时 我注意到薛珍的脸 变圆了一点 薛珍支我两声后 才说是长胖了 这时堂哥又打电话过来 问我要不要立即动身 上薛珍家调查清楚 我说已经确定 薛珍在家好好待着呢 堂哥傻眼了 他强调自己虽然离得远 但见得真切 的的确确是薛珍 莫非薛珍有双胞胎姐妹 堂哥问 他妹妹才念高一 或许是人有相似吧 我只能想得出 这一个唯一合理的解释 回到省城后 我一放下行李 就跑去见已经返校的薛珍 在餐厅里 薛珍拿出一双鞋垫送给我 说他这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在他老家那里 女孩都亲手做鞋垫 作为定情信物 我手捧着鞋垫 恨不得把薛珍紧紧搂在怀里亲吻 徐达 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还有一年多就要找工作了 我想多考几个资格证 只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复习 还有就是 薛珍突然面色一沉 还有什么 我握住了薛珍的手 我爸过年时把手摔伤了 暂时干不了活 所以我还得去打工挣钱 我和妹妹的学费 生活费都得靠我了 我打算做家教 挣脱同学帮忙找 薛珍叹了口气 家里出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是你男朋友啊 我眉头紧索 你家里负担也重 况且为了给我治病 你拿了那么多钱 我不能太自私 把全部压力都放在你肩上 我也能挣钱的 薛珍故作轻松 不行 你要考试 哪能分心去打工 我有钱养你 每个月给你拿生活费 你和你妹每个月 一共三千够不 学费我另想办法 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知道现在物价高 我念大学的同学 一个月都要花两三千 徐达 你对我怎么这么好 我能做你女朋友 真的是福气 薛珍泪珠又落了下来 你不嫌弃我 能喜欢我 也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坚定地说 因为身上多了一份负担 再加上之前的欠款 我在工地上 连气都不敢多歇一口 而之前的自考计划 只能搁置 我还骗爸爸 说每个月工资剩下的钱 物自己已经存下 堂哥见我这样 忍不住抱怨 薛珍家怎么说这么多 会不会是骗人的 我生气地说 薛珍不会骗我 他那么漂亮 找富二代不好吗 一晃 薛珍快毕业了 我们见面的时间 还是很少 即便是见面 也仅仅是吃顿饭 因为他忙着找工作 这一天 薛珍兴奋地说 他在一家房产公司 找到了工作 他还准备对家里 讲我和他恋爱的事情 一毕业就做我的新娘 我莫名地想流泪 我要娶媳妇了 还是个大学生 我真的不敢相信 不过我也担心 薛珍的父母会不同意 过了几天 我问薛珍 和他父母讲了没有 薛珍回了句 他们同意后 就说要忙毕业设计 挂了电话 我安心了 兴奋地拉着堂哥 下了管子庆祝 然而三天之后 我发现薛珍骗了我 那天我就忙着 突然听工友说 大门外有人找 我匆匆赶了过去 是两个中年男女 好像是薛珍的父母 他们怎么来了 没听薛珍说呀 你是徐达吧 我是薛珍的爹妈 薛母说 叔叔阿姨 你们好 我一边说 一边不住地低头 瞅自己 身上这么脏 给薛珍的父母的 印象不好怎么办 薛达 我知道 你对薛珍 对我家都好 可我们还是得 求你离开薛珍 她是正牌大学的 毕业生 完全可以找个 条件更好的 如果和你在一起 她一辈子 都会被人嘲笑的 求求你了 薛母痛哭流涕 阿姨 我和薛珍是真心相爱的 我虽然在工地上打工 但是收入还可以 所以您和叔叔 能不能成全我们 我也哀求到 你现在是正的还行 可年岁大了呢 我们家的情况不好 你是知道的 而且你们家的情况 我也了解 你有弟弟妹妹要负担 妈妈是植物人 薛珍嫁给你 负担得多重 我们为什么要给薛珍 找有文凭的 就是因为那样的人 才会有前途 才会给薛珍幸福 你体谅一下 我们做父母的苦心好吗 你若是有个大学生女儿 你愿意她找一个 出苦力的民工不 薛母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我实在无言以对 身份的悬殊 最终还是成为 我和薛珍之间 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正沉默 薛母却跪在了地上 她把眼泪一抹说 你不答应 我今天就不起来 我还想大家平平理 看会不会有人 说我棒打 这个鸳鸯不对 路上人来人往 我实在不想将 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 不想让人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我只得扶起薛母 认同答应分手 这时薛父开口了 好孩子 谢谢你 你和薛珍是有缘无分 你的恩情 我们会还的 我现在收益好多了 继续去竹厂打工 就把钱给挣下了 我却摇摇头 在我眼中 对于把第一次给了我的女人 因为我去哀痛做流产的女人 我永远只有亏欠 我已经无心干活了 请假后 失魂落魄地回到宿舍 我用被子将自己包裹起来 然后才敢放声大哭 堂哥听说我不太舒服 后跑了回来 一见我痛不欲生的模样 说 你付出这么多 怎么就这么轻易分手 薛珍呢 他什么态度 你要去找他想想办法呀 我说 肯定是薛珍不愿意 他爸妈才来找我的 我爱他 真的应该处处为他着想 他还是应该找一个般配的比较好 算 就当一切是一场梦 堂哥知道我骨子里倔强 只好劝我想开 我不想动摇自己分手的决心 删掉薛珍的电话号码 将他的微信拉黑 薛珍却在晚上跑到工地上来找我 他哭着说 徐达 我一直和爸妈抗争呢 我不想你担心 所以没有告诉你 你怎么就能答应分手 薛珍 你爸妈说的对 我给不了你真正的幸福 不能拖累你 我违心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 他们能同意的 薛珍一把抱着我 我尽力挣脱他 说 薛珍 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也不会见你的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跑回宿舍 我躲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默默地看着薛珍 落寞远离的背影 此后 我没再与薛珍见过面 我也尽力不让这个名字 在脑海中出现 我还重拾了自考 一是为了弥补 没有大学文凭的遗憾 二是给自己多找点事做 不用想东想西 我很用功 三年时间就拿到了 工程馆里的自考本科证书 公涛比我还要兴奋 说是会推荐 我去甲方上班 那一天 是我与薛珍分手以来 最开心的一天 我决定请大家 去饭馆好好搓一顿 谁知薛珍 这个我想见 却不能见的女人 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让工友们先去饭店后 把薛珍带到一旁 薛珍未雨泪先流 我慌了 薛珍抽气着告诉我 她和我分手后 为了离开这个伤心地 就去了外地 而且很快把自己嫁出去了 但老公嫌她新婚之夜 没见红 对她不是太好 薛珍原本想早点生下个孩子 好缓和夫妻感情 谁知一直缓不上 上医院一查 才知道书卵馆粘连了 而且就是之前那次流产引起的 为了要孩子 薛珍已经坐了两次试管 钱大把大把地花出去 可都没有成功 现在想坐第三次 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 薛珍说 她老公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她筹不到钱做试管 就离婚 流产会引发书卵馆粘连 我是知道的 一个公有的妻子就是这样 想要二胎都要不成 本来也想试管 可嫌花费太高 我的五脏六腑一下子撕裂开来 薛珍这么惨 是我造的孽 我要帮薛珍 我要赎罪 我问薛珍需要多少钱 薛珍说她这种情况 只能去北京的大医院 除了做试管的开销 还得吃住 估计十万差不多 十万 我的心脏抖动起来 我自己攒了有十万 可这是预备明年娶媳妇的 如果全给了薛珍 爸爸那里怎么交代 他早就盼着我娶妻生子 薛珍察觉到了我的为难 他抹了抹眼泪说 徐达 我晓得你也负担重 我不该来找你的 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老公其实人不坏 他包容了我的过去 可我连孩子都给他生不出 我心里难受呀 要不这样 你先帮我凑一点 我回娘家再想想办法 我最不忍心看薛珍流泪的样子 决定先拿五万给他 自己留五万 这在爸爸那边也好说 薛珍总算情绪稳定了下来 他离开时说 薛达 你是个好人 早点找个好女人过日子吧 我这辈子欠你太多 只能来世再还了 薛珍离开后一连好多天 我的心情都起伏不定 我担心薛珍 只能默默祈祷他 这一次能成功 一晃又过了两个月 这一天 我独自靠在床上看书 外出相亲的堂哥 却火急火燎地 冲到我跟前 薛达 我今天不是去相亲了 那个女孩 恰好是薛珍老家那里的 她认识薛珍 说薛珍有个孪生妹妹 什么 我猛地跳了起来 堂哥说 相亲的女孩说 薛珍曾经向闺蜜炫耀 说她找了个傻子 负担她和男友的学费 和生活费 她跟男友搞出人命后 没钱做流产 也是涉及让傻子 套的手术费 营养费 薛珍闺蜜不是一个 能保守秘密的人 所以不少的人都知道 堂哥接着说 她问了那女孩 薛珍那么漂亮 又是个大学生 为什么不找个富二代 而是要骗人 女孩说 薛珍家里很穷 而薛珍又好以务劳 小时候为了吃糖 吃点心 都不肯上山 采草要换 只会去哄男生买给她 薛珍念初中时 就谈恋爱了 只说还跟人睡觉 当然 那些男生 是会在她身上花钱的 所以薛珍念大学后 赶出骗学费 生活费的事不稀奇 至于为什么 不直接找个有钱人 女孩说是薛珍是没有找到 她姿色还算不错 可算不上果色天香 况且 现在的有钱人 也讲究双赢 没有谁愿意真的扶贫 女孩还说 薛珍后来和一个对她不错的男同学好上了 不知道这男同学有啥模拟 薛珍对她是动了真情 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 但因为挣得不多 男方家境也不好 所以日子过得很紧吧 最近薛珍怀孕了 但似乎养麻的钱都不赋予 堂哥的转述 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我的心脏 我痛归痛 但逼着自己把事情想明白 薛珍应该是在第一次与我吃饭时 得知我的收入后 动了骗我的心思 说喜欢我 是她骗钱的第一步 然后骗我相信与她上了床 怀了孕 薛珍肯定看出我老实忠厚 知道如果让我以为 她把第一次给了我 那我肯定会对她死心塌地 手术引起炎症 自然也是假的 堂哥之前撞见的就是薛珍本人 而和我视频的 是薛珍的孪生妹妹 要不然 怎么会突然脸变得圆一些 薛珍的爸爸受伤是假 他爸妈逼我分手 是他指示的 目的是让我提出分手 不会怀疑他对我的感情 不会找他来还钱 他前些日子来找我 说做使馆 也是在撒谎 估计是想骗养孩子的钱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蠢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以为养女朋友 结果还养了女朋友的男朋友 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 那个男生身上穿的名牌衣服 肯定是拿我的钱买的 而我至今都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件 我愤恨地将玻璃杯砸向地面 随后抱着脑袋 痛苦地蹲下 我真的想不通 我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工 还救过薛珍 也没求他回报 可他为什么就能恶毒到一次次 又一次地骗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要找到薛珍 哪怕钱要不回来 也要揭开他的面皮 我拨通薛珍的电话 却被他挂断了 我拨到第四次时 薛珍接了 画面上出现了薛珍的脸 看着他熟悉的面孔 我心存侥幸 希望那些谣言 只是别有用心的人重伤薛珍 我问他在什么地方 要求见他一面 让他当面告诉我那些事 是不是都是真的 薛珍沉默了一会儿 与我三天后 在一个公园见面 如约见到了薛珍后 我略感心安 薛珍看起来 似乎是圆润了些 但是不像有身孕 一时间 我觉得那些谣言 就是善渡的人们编造的 可薛珍一开口 我却觉得不对劲 他说 薛珍 今天过后 怎么不要再联系了 他还说 我以后要找个好姑娘 多给自己留几分 不要那么毫无保留 他微微歪着头 不敢看我 我仔细盯着他的侧脸 听着略有些沙哑的声音 我意识到 这不是薛珍 是薛珍的孪生妹妹 薛珍妹妹见我识破 也不再隐瞒 还承诺 她会说服薛珍还我的钱 她恳求我不要再追究薛珍的责任 薛珍其实也是个可怜的人 也就是说 关于薛珍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像个傻子一样 被一个女人玩弄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 我对着薛珍的妹妹怒吼一声 薛珍骗我的钱 你也是帮凶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 不继续破口大骂 薛珍妹妹掩面而泣 对我讲起薛珍的过去 薛珍确实有些虚柔 她生性活泼 小时候也无非就是恶作剧小机灵 初中时 因为薛珍漂亮活泼 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 其中一个家里有点钱的混混 仗着全市侵犯了薛珍 事后薛珍下得回家求助 可父母不但没有安慰 反而是大骂一顿薛珍 还让薛珍去问那混混要赔偿费 世纪闹得沸沸扬扬 谣言似起 大家说薛珍天生就是个当妇 想从那个混混那里换钱而已 从那以后 薛珍变了 她坐实了坏女孩的名声 游走在各种男生中间 用自己的美色和花言巧语 换取各种好处 薛珍考上了大学后 遇到了一个真爱她的男生 其实这个男生 也是个虚伪虚荣的人 听说了薛珍的历史后 开始对薛珍的嫌弃和打击 薛珍离不开她 各种讨好 这时薛珍遇到了我 起了骗我的心思 而她的男朋友 竟然面不改色地 享用着薛珍从我这里骗来的钱 听到这时 我学习上勇 一阵头晕目眩 这么说 我还是活该倒霉 自己撞到了薛珍的枪口 薛珍妹妹一再向我道歉 说我是个好人 这一切都是薛珍做的孽 她作为亲妹妹 没有及时归劝也有责任 如果薛珍不还钱 她会替薛珍偿还 接住了一会儿 我能明显感觉到薛珍和妹妹的不同 她们长相相似 但妹妹眼睛里带点怯弱和愁苦 那是跟我一样苦孩子的自卑导致的 而薛珍的眼神总是泪光盈盈 眼波流转 某一看很妩媚 实则是蹊跷玲珑心思 薛珍的错和妹妹无关 我坚持要找到薛珍讨个说法 薛珍妹妹犹豫许久 把薛珍地址发给了我 腾哥不放心 陪着我一起去找薛珍 在临时的一个小区门口 我守到了挺着大肚子的薛珍 而他身边的男人 正是当年那位我见过的男同学 薛珍见我吓了一大跳 脸色惨白地说 薛达 你怎么来了 薛珍 你不是怀不上孩子吗 怎么现在 我哼了一声 我正想告诉你呢 我赤管成功了 得感谢你的帮忙 薛珍垂下了头 估计是觉得 这话谁也不会相信 你还敢骗 我就是再准 也知道 刚怀上孩子的女人 不可能肚子这么大 你给我一无一时地说清楚 为什么要骗我的钱 我瞪着他 薛达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是真的有苦衷 薛珍慌忙把我们领到一个被人之处哭诉起来 我真想看看他还能怎么骗 便跟了过去 薛达 我和老公工资不高 本来是没有钱要孩子的 可不小心怀上 我是想打掉的 可医生说我之前做过流产 再来一次怕以后怀不上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舍 可我连生孩子的钱都没有 我只好想到了你 毕竟之前我是因为你才伤了身体 薛珍又唱起了老调 这时薛珍的老公开枪了 你不能白睡我老婆吧 人家第一次都给了你 找你要十万块钱赔偿费都是少的 我看着他们漂亮小丑的模样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薛珍 你的第一次给了谁我不知道 但我能肯定你之前打掉的孩子的亲爹也不是我 你干的好事我全都知道 是这样 之前我给你的钱我不计较了 但你必须把我刚给你的五万拿出来 不然我就把你和我的故事发到网上 我已经找到了之前给你的转账记录 这一次我和你在微信上还聊了诗管的事情 所以我不是空口无凭 我一整言辞 你孩子也会出生了 你难道想让他被人笑话 自己妈妈是靠骗民工的钱来养活他的 我步步紧逼 一提到孩子 薛珍颤倒了一会儿 他把老公叫到一旁 嘀嘀咕咕一会儿后狠狠地对我说 徐达 你有种 我还你 看着这个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我最后问道 我好歹救过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怪只怪你蠢 又不自量力 薛珍冷笑一声后和老公离开了 你这坏女人都遭报应了 还说这么难听的话 活该没有钱养娃 唐哥气愤地为我抱不平 我阻止了唐哥 薛珍说的并没有错 最应该怪的是我自己 回到车上 唐哥问我 为什么不把之前的钱也要回来 算起来也五六万 我苦笑着说 第一 薛珍肯定还不出 如果我硬要 就得无休止和他斗 我耗不起精力 第二 我是想给自己一个深刻的教训 以后不要再做天鹅梦 过了一些日子 我收到薛珍妹妹的五千元转账 她附上留言 对不起 祝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我看着转账 心里略感安慰 不是所有美丽的女子 都是舍些心肠 但我的心底还在隐隐作痛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彻底忘掉这段不堪的回忆 从打击中彻底走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